提到微星的笔记本 我们往往会联想到TITAN GT77、GE78HX这种高性能游戏本 不过微星的产品可不局限于那些大块头 小巧精致的全能型笔电也是它们涉猎的领域 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微星的《绝影14》Studio 它在14寸的机身里塞下了4060毒线 甚至还有双内存插槽 那它的实际表现如何呢? 今天就来测一下吧 先来看一下详细配置 处理器是H45的i9-13900H 独立显卡是最高90W的RTX4060 内存为16GB DDR5 5200MHz默认为单通道 为了保证它发挥出全面的性能 我们在测试前又加装了一根 组成了32GB双通道 固态硬盘是1TB的三星PM9A1 屏幕是14英寸2560×1600分辨率 100%P3色域的IPS面板刷新率240Hz 价格方面我这一台是11499元 此外还有一个i7的版本 其它配置不变10999元 这个定价肯定不便宜啊 但是如果和同类竞品比较的话 它其实还真不算贵 只能说这种14英寸的全能本比较小众 定价高是普遍现象 下面来看一下外观 《绝影14》Studio有两种配色 先发布的是这种黑加白的组合 官方称之为纯净白 而这台《星辰》则是最近新推出的版本 我个人觉得黑白的机身更贴合Studio的主题 而蓝色则是偏向gaming一些 除了颜色之外 两台电脑在材质上也略有不同 它的AD面均为金属材质 其中A面是镁铝合金 但是表面处理有所区别 《星辰》的金属质感会更强一些 黑白版本则略显粗糙 而C面则是反过来 黑白版本采用了类肤质的表面 手感更加细腻 缺点则是容易沾染指纹 这两台电脑在涂层工艺上是有差异的 其实它们都有抗指纹涂层 但是蓝色的这款抗指纹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在点亮尾部的RGB之后呢 整台电脑会增添一丝科幻的风格 我觉得两种配色的颜值都是非常OK的 屏幕可以单手开合 最大角度约180度 比例为16比10 上边框约半指宽 下边框一直半 感觉下巴还是有些宽了 这也导致整个机器看起来稍微有一些方 键盘部分 开机键位于右上角 键位布局与微星以往的游戏本不同 FN终于回到了左边 符合大多数人的使用习惯 键盘为单键RGB 可以在自带的赛锐软件里调节 按键的手感中规中矩 触控板的尺寸比较大 手感比较顺滑 最后来看一下地面 中间是大面积的进风口 左侧还有一个重置BIOS的小孔 喜欢折腾的玩家可能会用得到 接口方面 右侧位雷电4 10G的USB-A和3.5mm的耳麦接口 左侧是全功能Type-C HDMI和电源接口 这个接口数量真的是有些少啊 特别是USB-A只有一个 容易不够用啊 扩展物应该属于必备屏 整机厚19.4-22.5mm 机身重1.71kg 适配器736g 机身比核显轻某本略重一些 但是比常规尺寸的全能本和游戏本还是便携不少啊 搭配PD充电器 履行重量在2000g以下可以接收 下面就是实测环节 首先是屏幕 这款面板来自友达 标称100%P3色域 在自带的True Color软件中可以实现色域切换 S PlayP3模式下 色域容积100.6%P3 色域覆盖96.7%P3 S RGB模式下则是限缩到了94.3%的S RGB 不过它在广色域下的色准表现一般啊 平均DataE 2.09% 最大5.78% S RGB下相对准确一些 平均1.57% 最大2.73% 屏幕最大亮度约450nit 全亮度DC调光 响应时间方面 黑白7.7ms 灰阶5.4ms 速度很快 这个成绩是开了OD加压的 稍微有一点点过充 但是完全可用啊 控制中心里有一个OD开关的按钮 但是关闭之后并没有效果 估计得等BIOS和MSI Center更新解决了 总的来说 绝影14Studio的屏幕硬件素质不错 高分辨率 广色域都有 刷新率也很顶 就是默认的Display P3色准 对于设计类工作来说还是不够完善 有条件的话 可以考虑自行角色 然后我们来进入性能实测 绝影14Studio采用的是i9 13900H 6个P核加上8个E核 在单核性能上Cinebench R23单线程可以跑到2011分 正常水平 多核部分跑一遍R23循环 第一轮能够跑到将近19000分 后面几轮逐渐下降 在15000分出头 值得一提的是 和微星的其他电脑一样 绝影14Studio也调整了AC loadline 从H45默认的R23改成了150 这样相当于降压超频 可以提高CPU的能耗比表现 更详细的原理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期视频 不过它也一并调整了DC loadline的值 所以说功耗读数相比其他笔记本会略有一些偏差 不能直接用来横比 从记录的Log可以看到 它在第一轮可以跑到大约100W 但是随后功耗就开始大幅度波动 一直在45W到90W之间反复横跳 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 它的P1和P2抖动都非常厉害 感觉这个功耗调度不太合理 需要优化一下 另外 这台电脑在测试过程中偶尔会出现死机的情况 推测是CPU体质一般加加上AC loadline太激进导致的 显卡方面 它搭载了最高90W的RTX4060 最高频率为2610MHz 在没有预超频的4060里属于频率比较高的 实测3DMark FSE 12416分 Time Spy 9723分 Superposition 教室 5992分 综合下来 大约能够达到满功耗4060的94% 比4050还是强不少的 今年4060本来就比较省定 用在这种小尺寸全能本上正合适 测完了理论性能 下面来跑几个游戏试试看吧 原生2.5K分辨率下 最终幻想14 98帧 Apex 137帧 这个帧数流畅玩应该没啥问题 1080P分辨率下的成绩我们也跑了一下 大家可以参考 这里我们把前面测试过的幻想14成绩放上来 可以看到绝影14Studio的帧数整体都高一些 这应该主要是Intel单核性能强的功劳 另外幻想14的单通道内存也可能稍微有一些影响 最后来看一下3A大作的成绩 隐身分辨率下帧数表现一般 大部分游戏都在50帧左右 按照我们之前的测试 即使是性能释放全满的4060 对于全高特效2.5K单机也是比较吃力的 像这种90W左右的4060还是要降点特效 开个DRSS才能流畅 分辨率降低到1080P 各种游戏都能保持在60帧以上了 大型单机游戏相对没那么吃CPU 这里绝影14Studio和幻14的帧数区别就不大了 基本上是55K的水平 既然名字里有Studio 那内容创作的性能自然也要测一下 Adobe 3000套里PS能跑到1355分 PR809分 AE905分 它的PS分数非常高 都赶上一些13900HX的游戏本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优化? 而PR和AE的成绩就要比大平本要低一些了 毕竟小体积内性能释放兽性 这两个比较吃多核的软件里不太容易发挥 但对于不是特别重度的工作来说也是够用了 而且作为Intel处理器的全能本 在视频剪辑方面 它的核显相比采用AMD的幻14、0614这些更有优势 更加Studio一些 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根据我们的经验 生产力软件相比游戏来说更依赖内存带宽 所以有相关需求的话 最好还是自行加装一根内存组成双通道 另外多种专业软件合集SPEC Workstation的成绩 我们也测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小结一下吧 绝影14 Studio的性能表现中规中矩 作为一台4060独显的小尺寸全能本 它能够升任大部分的游戏和内容创作工作 作为一种兼顾性能和变形性的折衷方案 已经可以说是完成任务了 下面我们进入拆解环节 这台电脑拆机不难 切下底面螺丝几个解开后盖 它的螺丝上有易碎贴 我跟官方确认过了 这个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人偷换配置 实际上自行拆机并不影响保修 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电池容量是72Wh PCMark10的线单半屋续航时长为5小时33分钟 外出时可以硬个机 中高负载续航脚本的测试时长为3小时40分钟 内存是这台电脑的一个亮点 同类笔记本一般采用版载不可更换的设计 最多也就是一版载一插槽 而它采用了双插槽方便自行升级 外出时可以硬个机 原装的内存是三星的16G DDR5 5600MHz 工作在5200MHz下 出厂只有一根单通道 如果在意的话 可以自己再加装一根组成双通道 反正现在内存的价格还不贵 固态硬盘是三星的PM9A1 老朋友了 跑分看图 无线网卡是KILLER的AX1675i 可以看作是AX211的优化版本 支持WiFi 6E 测试的时候感觉波动有些明显 日常用应该是足够的 最后是散热 它采用了双风扇加上VC均热板的组合 侧边鳍片则是有两根热管连接 下面用烤机来实测一下散热表现 在开始前还是要说明一下 为了获得准确的功耗数据 我们在测试前都手动将它的AC-DC-Lowline 复位成了Intel的默认值 这个操作不会影响机器的散热能力 只是为了保证数据的可对比性 首先是单烤FPU CPU的功耗不太稳定 一直在45-85W之间波动 烤机30分钟的平均功耗是61W 温度则是在80-95W之间波动 单烤显卡RTX4060维持在90W 温度81.4度 频路1890MHz 双烤CPU显卡的功耗依旧会有波动 大部分时间维持在27-88W 总共115W的水平上 CPU81度 显卡85度 接着我们又试着把显卡手动锁定到90W进行测试 在这个条件下 CPU大约能够维持在40W 91度 这核2.81Hz 一核2.17Hz 显卡装了温度强 在88度左右徘徊 功耗85W左右 CPU加显卡的总功耗约125W 差不多是这台电脑的极限了 来看下热成像图 键盘高温面积很大 最热的键帽达到了49.4度 键盘中央有一大块45度左右的高温 热感明显 背面的情况也类似 中心42度稍低 后处风口附近则有56度 毕竟是14英寸的全冷本 尺寸小 散热压力就很大 噪音方面 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是56.1分贝 属于跟游戏本差不多的水平 总的来说 绝影14studio的散热表现一般 机器可以达到115W的总功耗 日常半工或者轻度游戏不会那么热 但如果是重度游戏或者渲染视频 那建议外接键盘使用会更好 另外 本来我还想测一下它搭配100W PD充电器的成绩 但是连续试了两个充电器 和这台电脑的兼容性都有点问题 所以如果只是充电 那PD充电器还算可以用 但如果要性能的话 还是得用原装的适配器 好了 测试了这么多项目 相信你对这台电脑的表现也有一定了解了 按照惯例这里总结了三条缺点 供各位参考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绝影14studio算是MSI在小尺寸性能本领域的重启之作 微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做这种小钢炮了 今年重出江湖 新模具虽然算不上完美 但也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相比同类竞品 它塞下了双内存插槽 外观配色也独具一格 而且售价在一众友伤的衬托下竟然还不算太贵 再加上正值40系显卡的高能耗币 让这种形态的全能本实用性提升了不少 不过作为一款新模具 它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像温度、接口、PD供电不稳这种痛点都值得改进 CPU的功耗调度也应该在优化下会更好 这台电脑我只要推荐给那些预算较高 而且对性能和便携都有一定要求的用户考虑 正如名字中的Studio一样 它在设计上更偏向于内容创作、设计等工作用途 当然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轻量化的便携游戏本 也是完全可行的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比拔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卖本性能帮助继续聊的小白 支持比拔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